看不出高度啊 爷爷 我一直以为您是最爱我最了解我的人 但这次我对您太失望了 这些年我创建弗洛拉 就是想把世上最好的都给她 算了 爷爷对我这么好 看到这个非气疯不可 还是在跟她好好谈谈吧 别跳啊 没 没 没有 喂 师傅啊 师傅 没有要跳 没有 你看 有人要跳楼啊 你们别误会 你们快点来啊 你们快点来啊 我 梯子呢 阿姨 帮我拿个梯子 阿姨 我想聘请你做我孙女的家庭教师 为什么一定是我 因为我需要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来教导明月 她身边的谎言太多了 我知道你当过兵 担任过消防班长 一个经历过生死的人 才能够客观公正地看待这个世界 才不会被世俗的权力 金钱和地位所绑架 董海啊 我不是以一个董事长的身份命令你 而是以一个爷爷的名义 恳求你 喂 119 这里是弗洛拉集团 有人在天台要跳楼 下去把器件准备好 做好防护措施 快去 好 别跳 别跳 很危险 我没有要跳 你别出人命啊 放死我 黄小姐 你这样有点危险 我们下去再说吧 怎么又是你啊 不管你有什么事情想不开 我们先下去再说 好吗 谁想不开了 你以为你是谁啊 动不动就教训我 好 我现在不教训你 我只是有些事情想要提醒你一下 以前我当消防员的时候 也遇到一个女孩亲生 她也从这样的高度跳了下去 但她没有当场死去 她双腿着地 她的双腿插进了她的腹腔 你跟我说这些干吗 你吓唬谁啊 我不是吓唬你 我只是告诉你 你跳下去的结果 会是什么样的 就算你没有死的话 你的下半辈子 也会在床上度过 就算你不考虑自己 你也想想你的爷爷吧 你想他 白发人送黑发人吗 什么白发人送黑发人 你中谁啊你 我什么时候说我要跳了 我就上来看看风景我 呃 嫉害 臭流氓 小姐 董事长他晕倒 送医院去了 我怎么在那里